在美国选总统真不是件容易事 候选人千辛万苦赢得本党内的初选后 还要与另一两个主要政党的候选人进行三场电视辩论 在全国观众面前 候选人不仅要雄变滔滔 其形象 气质 说话技巧和身体语言 都是选民们格外留意的要素 电视镜头是最无情的 它会数十倍放大你所有的缺点和优点 小小的细节处理不当 就会在辩论中大失民心 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始于1960年 当时参加辩论的肯尼迪和尼克松 是首次在银屏上各输证件 但是与肯尼迪不同 尼克松事前没有受到过如何在镜头前举止行为的训练 比如坐着的时候要两腿交叉 上镜前要化妆 在这场辩论中 失色的尼克松穿了一件灰色西服 看着与黑白电视的背景色很接近 下午长出的胡子茶在脸上留下一片乌黑 辩论时还不停地用手帕擦拭额头 好像一直在冒汗 相反 43岁的肯尼迪则英气勃勃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实当时的评论家们认为 时任副总统的尼克松 政治经验远远超过肯尼迪 在现场的辩论中也讲得肯切勿实 于是这场辩论出现了有趣的结果 看电视辩论的选民大多认为肯尼迪赢了 而通过广播听辩论的选民 则多数认为尼克松赢了 后来的大选结果证实 自如家喻镜头的肯尼迪 赢得了大多数选民的心 而尼克松虽满腹经轮 却因为形象不佳 白宫梦碎 此后总统候选人们 似乎对这种风险大的对决方式心有余悸 直到1976年 卡特和他的对手福特才鼓起勇气 走到电视观众面前公开辩论 没想到现场却出现了意外 最近几年 美国政府中非常严重 并仍在继续的一件事是 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 接下来的整整27分钟 候选人就像两尊沉默的雕塑似的站在那 直到音响修好为止 看来他们是吸取了1960年电视辩论的教训 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在观众面前丢分 在电视辩论中 选民们固然关心候选人对重要议题的主张 但他们也希望都选出一位 从容 自如 幽默的国家领袖 两位候选人辩论到激烈处 往往深情激动 心浮气躁 1980年 卡特总统与挑战者里根辩论时便是如此 相反 演员出身的里根却神态自若 说起话来仍然有条不紊 每每看到卡特言辞犀利 面容紧张时 他还会轻松地回应道 这戏谑的一句 历史展示了里根领导者的风度 There you go again 一夜间风行全美 卡特大事随去 20年后 时任副总统戈尔 想效仿里根的从容风度 却做得过激了 势得其反 戈尔在与对手不实的辩论中 觉得对方在辩论中回避问题 于是面露不满 叹气连连 显得居傲而缺乏耐心 更糟糕的是这一次 好吧 区别是我能做到 我能代表民众做一些积极的事情 这才是选举中的关键所在 不仅是你的理论和立场 而且你是否能做到这些事 我相信我能 面对似乎要羞辱恐吓自己的戈尔 布什酣直友善的反应 无形中打动了选民 经过2000年这一番激烈的选战 布什最终入主白宫 在电视辩论中 候选人们一举一动 都跑不过观众敏锐的眼睛 可谓细节决定成败 1992年的总统电视辩论中 谋求连任的老布什总统 也是在身体语言上吃了亏 老布什无聊和不耐烦的表现 无意间强化了他在公众心中 淡漠的执政官形象 与善于打七名牌的克林顿 形成鲜明对比 人们说要想一起去喝啤酒聊天 克林顿肯定是首选 媒体经常把美国总统候选人的辩论 形容成职业拳击赛 时评家们更是把辩论 当作体育赛事来评论 看到候选人们彼此攻击 更显其能 有时还会说出些笑话做点缀 总统候选人们的辩论 便不再是鼓噪的政治舌战了 观众们得到的是 妙聚恒生的视觉享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